枕头里装满了发霉的梦,评论里藏满了得不到的人,我等你,青山白骨也等你,你不来,风雪吹满头就当是白手,名谣三包,理想,姑娘,南北方,现在我拥有了理想,理解了南北方,却没有了姑娘,你说不爱她的样子。 就像小朋友手里攥着一把糖,糖纸都露在外面,却拼命摇头说没有,我没有,我以前喜欢过你,略有耳闻,像我这种上课从来不听讲的人,如果突然抬头了,一定是因为你在回答问题,人一旦有了感情,就窝囊的不行,你说要尽往是一杯酒,再爱也不回头,实际就算你醉大黄花独自愁, 如果那人伸出手,你还是会跟他走,人生总会散场,只是后来,估计没了浪人,身上没了老猫。 那年唐僧山马玉走,女儿国国王流着泪喊道,下辈子娶我可好,小时候,我以为女儿国这一难最简单,长大后,才知道女儿国这一难是最难的。 小时候,以为唐玄藏又躲过一劫,长大后才明白,她怕是错过了一生,第一杯酒我敬你,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,曾带给我的感动和欢喜,第二杯酒我也敬你,愿你虔诚私情,从此阔达有酒有肉有人疼。 第三杯酒我还敬你,再见曾经在一起的岁月和放不下的缘分,干了这三杯酒,我们只字不提爱情,愿有人带你如初,疼你入骨,从此深情不被耽误。 请你三杯酒,愿你有诗,有梦,有坦途,我记得有约可赴,却明白无人会来,如果爱只是说说而已,那呀吧怎么办? 年轻时,你做了一个决定,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爱情,后来你没死,年轻替你抵了命。 我们的语问老师说,其实结婚的人,不一定要是相爱的两个人,我们在下面拼命摇头说不是的,他看着我们,轻轻一笑,感叹年轻真好,我写了几百字,删了几百字,再写了几十字,删了几十字,我写了几个字加了几个字,然后又删了几个字,看着张白纸,我写给你的诗,纵满腹心事,净空无一字。 跟你聊到一半出了车祸,你在郁闷我还不回复你,我被送上救护车,你关掉聊天窗口,而我在急救室那杯长酒,你耍九十九家,想着,我看到消息的感动,我脸上已盖上白布,身旁轻人哭得撕心裂肺,你责疑为什么我不上线,想着我过段日子又会出现,而我尸骨早已入墓收好了墓碑,你却全然不知。 如果有天我死了,你该怎样?我们都太胆小了,民国是不敢做军法,乱世里不敢去起义,太平省是不敢说我爱你。 你结婚的时候,给我张琴姐吧,我想尝尝这世界最苦的糖,想喝一喝这世界最烈的酒。 最后我想看看,以前那个,我喜欢的连尊严,都可以丢掉的男生,最终到底,娶了一个怎样挽动人的女子。 妈妈,那个漂亮姐姐为什么在婚礼上哭啊?可能是她觉得太幸福了,也或者她没有嫁给她十七岁想家的那个人吧。 我真的很不喜欢民谣歌曲,她总是故事太多,太感谢,让你猝不及防的被她的故事,被她的曲调击中,民谣遗憾太多,民谣歌曲一开调,会让你变得从一耳中,认真决损,一点都不酷。 哼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